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一周大事 阿K 你好 阿Maine 你好 这周环球的金融市场很明显有避险的情绪主导 股市汇市连同商品市场都有明显的波动 我先和大家回顾一下这个星期中港股市的表现 英国脱欧公投的一卖继续笼罩大市 港股星期一跌超过500点 创四个月以来最大跌幅 星期二再跌超过100点 市场官网MSCI公布是否纳入A股 大市成交减到532亿 结果MSCI宣布再次延迟 将来地A股纳入旗下的指数 恒指星期三列口低开超过200点 之后跟随A股逐步止跌回升 最多升超过100点 扭转过去四个交易日的跌势 美联储议息维持利率不变 但恒指星期四再下措 而且的跌势显著一度跌超过500点 收市遣守20000点干口 英国国会议员2月集身亡的消息 令到市场揣测 英国国民可能会赞成国家继续留欧 甚至有传公投可能会延迟 星期五港股的避险情绪暂时降温 更随外围揣定 恒指星期五收报在20169点 整个星期计跌872点 跌幅超过4% 国企指数星期五收报在8485点 全个星期计跌346点 跌幅4% 南地股市假期后服市同样受压 星期一上证综合指数跌超过3% 是三个半月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星期二市场观望MSCI 纳入A股的结果 上证低开之后反复 见到去到美市再出现2点半效应 户指迅速拉升 全日是微升0.32% 星期三 MSCI揭中A股第三度闯关失败 不过A股的市场反应不算太差 上证低开之后很快就回升 更加一度逼近2900点水平 收市升1.5% 而护心两市当日更加有超过100只股份升停板 星期四A股窄幅上落 上证收报在2872点 星期五护心股市 今早是高开 亦跟随外围反弹 上证盘中更加一度站在2900点关口 不过之后未能站稳 最终上证收报在2885点 而整个礼拜计上证是累跌42点 跌幅超过1% 看完大事的表现 和大家跟进一下一些焦点板块的消息 摩根士丹尼资本国际MSCI宣布 押后将A股纳入旗下新兴市场指数 主要是考虑到内地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机制 即QF2仍然有熟悔限制 又指内地新推出的停牌规定 需要时间观察执行效果 而且涉及A股的金融产品 需要预先审批的限制 仍然未有效解决 但MSCI表示 仍然会保留A股在明年审核名单之上 市场难免失望 之前炒作憧憬的资金离场 港交所连同中资券商股 这个星期尾段都反复偏远 港交所星期五收报在179.2% 整个星期计跌幅超过4% 中信证券整个星期跌幅超过3% 海统证券整个星期计跌幅超过3% 星期五收报在12.34% 而中国银行升幅超过2% 星期五收报在6.42% 华泰证券星期五收报在15.52% 整个星期计跌幅超过2% 英国最终是脱欧还是流欧 各项的公投民调结果 仍然未有一致的明确提示 根据彭博综合市场的看法 截至星期五四点指 支持脱欧的盟意有45% 而支持流欧的有4成2 两者只是差距3% 而且有国会的会议员 就是遇袭身亡 令到公投更加添变数 英国前景未明 环球股市、汇市及商品市场都表现波动 在香港上市的相关股份 好像是银行股、汇控、渣打、长和和长江基建 都在英国有业务 同样都是面对着英镑汇价亏损的风险 而今个礼拜的股价明显弱势 看看这几只股份 都是要向下的 跌幅介乎3%至4% 跌幅最深的是长江基建 星期五收报是71.3% 跌幅超过4% 戒别股份方面 今年再有中资的证券商排队到香港上市 评报宣布通过平安证券改制 计划来港上市 预计发行股数不超过发行后总股本的2.5% 据看发行时间亦有待公布 TCL通讯亦有公司动作 获控股股东以日价3.5%提出私有化 刺激股价服牌后秋升超过2.9% 有全公司私有化之后 或者会被分拆到A股上市 另外星期二 市传上年提出检讨旗下业务的九仓 已经就出售电讯业务 要请潜在买家出价 估计交易作价超过10亿美元 但九仓股价当日要跌2% 相反 反而同系的有线宽频受到带动 升超过7% 见到中国评报 好 整个星期计跌幅是超过3% 星期五收报在33.7.5% 帖子有通讯 星期五收报在7.1.7% 整个星期升幅挨近29% 九龙创星期五收报在44.05% 整个星期要跌3% 而有线宽频 整个星期计升幅挨近7% 星期五收报在6.2% 好了 跟进完股份的表现之后 同大家看看今个礼拜的市场资讯 先看内地方面的经济数据 其实大部分都差过市场预期 五月份的工业增加值 按年升了6% 是符合市场预期 而首五个月的固定投资 见到按年来说 是增加了9.6% 是低过市场预期 亦都比1至4月明显放缓 而首五个月房地产的投资 按年就增加了7% 增长是落为放缓的 至于五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升了10% 连续两个月有放缓的情况 与此同时 内地的经济货币政策方面是维持不变 人民银行公布 五月份的新增贷款有9,855亿元人民币 高过市场预期的7,500亿 而广义货币即是M2 升了11.8% 是创了11个月的低位 而五月尾 人民币的贷款余额有100.1万亿元 按年是增加了14.4% 而增速跟上个月尾是持平 而比回去年的同期 是高了0.4个百分点 而值得注意的是 五月份的社会融资规模有6,599亿元人民币 是远低于4月份的4,510亿元人民币 英国去流前景未明 这个星期 环球金融市场由避险情绪主导 多国央行议息 例如英国、美国、日本等等 都决定按兵不动 市场资金涌入安全资产 除了黄金和日元之外 债券亦成为资金避难所 美国十年期债券价价持续上升 知识率更跌到4个月以来的最低 德国十年期的国债知识 破天方跌穿零 更加低见是-0.04% 加入日本瑞士的负债息行列 而根据日本债券交易数据 日本不止十年期的债券知识 跌至-0.2厘的水平 五年、二十和三十年期的债券知识 都齐齐跌至最低的记录 接着今星期市场资讯 转看下星期会有什么数据可以留意 先看星期一 本地方面将会有耀材证券 股份偏后1428的股份 将会公布全年业绩 外围方面留意英国公布6月房价 以及日本会有5月的进出口相关数字 星期二会聚焦在本地的5月综合CPI 星期三继续聚焦外围 有美国的5月成屋销售 欧元区方面公布6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 星期四外围的消息比较多 包括有英国脱欧公投 美国方面有5月的新屋销售 6月的market製造业PMI初值 欧元区方面会有6月market製造业PMI初值 星期五可以留意 美国将会公布5月份的内容品订单 6月份的密切根大学市场气氛中证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观众想重温节目内容 可以去到我们官网浏览 祝大家有愉快的周末 再见